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 为全力以赴打好疫情组激战 本月18日上午 瓦邦政府立即组织召开了第二次疫情防控工作扩大会议 会上 肖明亮副主席 报友与副总书记军队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当场做出重要指示 各战区首长 各地主要负责同志及相关部门领导也分别在会上做了表态发言 会议结束的当天上午开始 我邦全面升级防控措施 我邦北部地区各地政府及驻军党委立即启动一级响应机制 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同时 南部地区邀交军区党委也迅速行动起来 切实加强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组织领导 严格落实党中央制定的各项防控措施 另外 全方位切断疫情传播途径 全邦所有道路主要路段均实行体温检测 对过往人员 重点人群 特殊人群一律实施检测 若发现有疑似症状人员当即汇报并就地隔离 城乡之间全部采取通道查控 主干公路暂时封控等措施 禁止群众性聚集活动 全面启动口岸 关卡 检查站及各乡村的防控工作 加大可疑病例排查力度 全力管控源头 主动封闭我邦连接着联邦政府区及斯特区的所有口岸及关卡 这期间 我邦北部地区在军地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 各地卫生医护人员也加大了排查力度 并修建隔离点 强化医护人员和一线工作人员的防护保护 同时 我邦南部地区邀敲军区防区内 也实行了军区常委级领导包区督导 压实各地防控责任 严密构建道路 关卡等人口集中重点部位的疫情监测处置 住劳房区内各街道 存在着疫情防控的措施落实 与防线加固 确保对疑似病例做到早发现 早诊断 早隔离 早治疗 减少周边疫情向我房区内扩散 此外 遵照联合党中央首长的指示 为增强全民疫情防控意识 做到全民动员 全社会行动 新闻局也加大了对一线防控工作的报道 和对防控知识的宣传力度 连日来 在中央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下 从中央到地方 从地方到部队 从机关到基层 我邦各地相关单位或部门均投入了大量人力 积极参与到一线防控抗疫工作中来 考虑到近一年来 长年连续奋战在抗疫一线的 瓦邦卫生局干部职工们较为辛苦 医护力量不够的现实 12月19日下午 二战区牟旅党委 立即抽调本部队20多名青年医护人员 赶赴邦康 增援瓦邦卫生局 为全邦抗疫工作带助力 强化培训期间 受邀来到授课的中方防控专家 不仅以换灯片的方式 重点就疫情防控知识培训 当前医护人员如何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检测 及自身防护等方面 给来自部队的20多名学员进行了讲解 同时 还就如何正确穿戴防护服 及注意事项等细节进行了现场演示 并对场所消毒 隔离对象 隔离场所等防控工作中 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做了详细解答 此次卫生局邀请中方疫情防控专家来到 进行的强化培训 得到了我邦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与充分认可 通过一天的强化培训 年轻的学员们和在场的瓦邦人民医院医护人员 提高了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形式的认识 加深了对相关知识的了解 大家纷纷表示 此次强化培训针对性强 将有效帮助我们做好下一步的疫情防控工作 日前 我邦蒙波县正处于疫情防控的沿线中心 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当地县委县政府和驻地部队均组织各自力量踊跃抗疫防控 同时 中国云南省孟连县疾控中心的专家们也及时持援蒙波 助力便指导当地军民抗疫 自本月17日 在200号口岸检测滞留在口岸的176人当中 发现了一例疑似病例后 加上15日也有一例偷渡进入中国孟阿中国籍人员 在经过当地检测呈阳性 孟连县政府立即安排力量暂时关闭盲信口岸 4日 获悉我方疫情突发的新情况 毗邻的中国云南省普尔市孟连县政府 当即委派孟连县外事办主任艾军 孟连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张其良等三人 于当天晚上8点半左右抵达蒙波县 与我方蒙波县县委书记报三帅 县长李爱三 副县长马哈旺 副书记张扎罗 副县长肖矮欣等县班子成员及县外事办 县卫生局 办公室等相关部门负责人 一起就双方的联防联控工作进行了座谈 会上 双方一致赞同 临时决定组成工作执行组 在200号口岸立即搭建隔离帐篷180间 另为预防疫情蔓延并顺利展开工作 蒙波县委任命萧矮欣副县长为工作执行组长 成员分别有县外事办主任陶家忠 副主任自矮满 县卫生局局长邓哲高 副局长袁自军 县电视台 贺岛区干部与民兵 及蒙平区东弄乡民兵 工作执行组开展工作后立即号召全线上下 要对此次疫情要高度重视 要组织好 动员好 管控好 对第一时间确认接触过疑似病例的人员 要立即进行隔离 严格管控好边境 通道 关卡 一律不准让人员进来 特别是要管控好流动人员 做好隔离点 隔离点要安排管控人员 要全力排查与疑似病例接触过的人员 隔离点要做到通电 通水 通路 有网络 发现有密切接触者就要就近隔离 特别是和200号疑似病例接触过的人员 一定要调查落实清楚 卫生部门要做好隔离点的消毒工作 据了解 位于盲信口岸附近的隔离点 已于本月18日晚北京时间12点开建 并于次日早晨7点完工 期间收到的各方捐赠有折叠床 帐篷 棉被 矿群水 方便面等 中国孟连县政府代表对我方在防控中的实际行动 与高度认真的态度及速度当场给予了好评 在实地参观完工后的隔离房期间 蒙波县报三帅书记李埃三县长 也向中国孟连县的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并向孟连县政府派置的代表建议 把滞留在我邦境内的疑似病例转至中国医院收治 因为我方没有医疗条件 同时 县领导也要求在场的蒙波县各级干部 要紧密配合 共同应对这次疫情 同心协力 战胜疫情 为给广大村民群众营造健康 安全的居住环境 确保消毒全覆盖 无漏洞 无死角 12月20日上午 邦康特区曼茂乡乡长上瓦林 组织该乡部分民兵和乡村干部 在松浦村开展了一场消毒杀菌工作 全面防控疫情 清晨一大早 在上瓦林乡长的指挥下 该乡部分民兵和松浦村十多名青年戴着口罩 背负喷洒设备和消毒业集中在乡政府院内 消毒工作开始后 乡村干部 民兵和活动参与者穿梭在村里的脚脚落落 对乡中心学校 乡卫生所 村道路 垃圾桶 村民们的房前屋后等处进行了全面的喷药消毒工作 期间 为了村民的健康安全 大家不辞辛苦 每到一处都仔细喷洒消毒液 不放过一个角落 确保消毒杀菌工作达到预期效果 同时 上瓦林乡长还当场向村民宣讲疫情防护的意义和作用 叮嘱村民们思想上不能麻痹大意 要不外出 不聚集 做好自身的防护工作 参与活动的当地民兵和本村村民们也纷纷表示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官兵们在一线抗疫 我们在家里也要用实际行动 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战 共进一份力量 自此次疫情的确诊病例发现以来 疫情形势时刻牵动着全帮人民的心 抗击疫情的道路虽然艰辛 但在疫情面前没人退缩 据了解 疫情防控以来 全帮各处设置了大小数百个卡点 投入人力数千 全天24小时再防疫一线 12月20日上午 已在我邦首府郊区南帕村 居住生活了两年 来自中国贵州尊义级的赵黄超先生 主动联系新闻局 并给瓦邦卫生局疫情防控小组 送来了一份特别的捐赠 20日上午 记者跟随卫生局疫情防控组的 部门负责人来到南帕村 在赵黄超先生家的院内 当大家看到即将要捐赠给抗疫一线工作人员的 是一头黑猪 在收到这一份特殊捐赠时 大家都开心极了 爱心人士赵黄超先生当场表示说 自己在电视上看到辖区内的抗疫一线人员 都非常辛苦 看着也非常心疼 同时 我也从电话里了解到市场上猪肉齐缺 就想着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恰好自家还库存有一头一百多斤的大黑猪 所以就联系了新闻局 表达了捐赠的意愿 本想着能亲自开车送去 但因封路 所以就只好委屈你们用自己车来拉 卫生局办公室主任袁家华代表卫生局 对赵黄超先生的爱心行为 当场表示了真诚的感谢 他说 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这些爱心人士的捐赠 我们这段时间收到的有各方捐赠的医用物资 但是在收到这头猪的时候 我们心情非常的开心 我们一定把热心人士的爱心做成美味佳肴 送到一线的工作人员手中 一头猪虽然算不上多贵重 但是在我们的眼里却是一份诚意十足礼物 相信这一份爱心也定能鼓足我们 包括一线人员打赢这场疫情阻击症的决心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瓦邦新闻就您播送完了 想获取更多的瓦邦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搜索并关注瓦邦新闻局的新浪微博 和瓦邦新闻局的微信公众号瓦邦之音 随时收看最新的瓦邦新闻动态 分享至手机平台 掌上瓦邦网上瓦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